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 头驼渊小头红为您播讲 陈东创作的 遮天 后期制作 小白菜 第189集 叶凡B是白衣男子 我这双腿连老天都没有跪过 他承受得起吗 你们承受得起吗 你这双腿很硬吗 那我先将他打断好了 白衣男子从容自弱 像是在说着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不远处 李小曼轻一连步对白衣男子说道 陈锋师兄 你何必与他一般见识 稍微责罚一番也就算了 无需大动干戈 丑风已经崛起 莫要伤了两封剑的关系 白衣男子陈锋 微微一笑 好 李师妹觉得该如何责罚他 叶凡看了李小曼一眼 没有说什么 直接大步前行 对白衣男子说道 准以为我是针板之肉 想怎么揉捏就怎么揉捏吗 让我来看看你能翻出什么风了 白衣男子陈锋 神色平静 摊开手掌 顿时点点点星光荡漾而出 像是有几颗星辰定在其手中 他看向叶凡 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自遂全身骨骼 磕头谢罪 不然我若亲自动手 你是生是死 便不好说了 不这样高高在上 自以为是你会死吗 叶凡的声音很平静 你的腿 我来断 你的头 我来踩 叶凡的声音并不高 但却让兴风的弟子 全都变了颜色 陈锋在他们当中很有威望 乃是彼岸境界的修饰 平日间 谁敢与其这样说话呢 大眼不惭 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吗 想断陈师兄的腿 再去修炼一百年吧 兴风的弟子屡屡被压制 心中倍感憋屈 此刻被叶凡减短的几句话 激出了火气 他们迫切的 想看到叶凡被镇压 嘿 陈师兄是何等人物 杀他一如反掌 在陈师兄眼中 他不过是土鸡娃狗玩 陈锋 一身白衣 洁净如雪 整个人不沾尘埃 不染俗气 看起来非常出尘 像是从室外净土走出的一般 却有超级大派的 杰出弟子的气域 他有一点冷漠 但是更多的是从容 淡然一笑 年少无知 意态轻狂 不懂深浅 我已经给你机会了 可惜你没有把握住 既然如此 我便亲手打断你全身的骨头 叶凡一脚将一块千斤巨石 踢了出去 撞向前方的尘封 不优越你能死啊 他很看不惯对方一幅高高在上的姿态 陈锋轻轻一幅白衣飘动 衣袖扫过 那块千斤巨石 顿石化成鸡粉 纷纷扬扬洒落而下 姬紫月暗中传音 小猫孩 小心一些 他是彼岸境界的修士 想要打败他 只能依靠他那强大的肉身 气静他的身前 你才有机会 比拼神力 对抗法术 叶凡胜算太小 唯有近身搏杀 依靠超越领宝的强大体魄 才有机会重创对方 要知道在不久前 面对姬家彼岸境界的修士姬霞 他就是这样击败的 叶凡斩动身体 敏捷如风 一步一个踩影 让人阵阵目眩 瞬间冲了过来 白衣男子轻飘飘的后退 他不是杨师兄 对叶凡早有防备 不想让其靠得过气 想依靠强大的神术 粉碎叶凡 但是 他低估了叶凡的速度 不光是他 就是姬子月 也张大了小嘴 露出一脸吃惊的神色 因为 他看到了一种强大的身法 似有耳闻 但却从未见过 这是 姬子月的小嘴 张成了O形 皱了皱鼻子 自语道 难道是传说中 那个疯了人的步伐 叶凡迈步时 给人以道法自然的感觉 似行云流水 非常自然 如羚羊挂脚 无疾可寻 白衣男子已经够快了 像是一颗流星一般 迅疾到了极点 留下了一道彩影 但是叶凡却如影随形 跟了上来 他必须要粘住对方 进行寄身搏杀 不然的话 形势非常不妙 毕竟相差了一个大境界 在此前 他不断向白衣男子 移动就是为了给自己 创造机会 眼下 他无论如何 都不会轻易放弃 脚下道运流转 静止追了上去 周围 所有人都很吃惊 尘封何其强大 彼岸境界的修饰 行动如电 但却被叶凡碾上了 无法走脱 足以说明那种步伐的神秘 真以为我怕你 尘封被叶凡缠上 感觉很意外 对方的动作太快了 快到他无法摆脱 修为到了他这种境界 可以说是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有不可想象之神通 在其双眸中星光流转 有无限星辰在幻灭 痴痴的 尘封的瞳孔中 有星光流动 两道光辉射出 比利剑还要丰锐 璀璨夺目 直接向叶凡的头颅洞穿而去 若是金石阻挡 也要崩裂 更不要说血肉之躯的人了 但是叶凡却神色平淡 左手如光 轻轻弹指 呛呛的两声震音发出 两道风锐的星光 如水晶炸力 一下子碎开 而后破灭在空中 嗡的一声 虚空在轻颤 叶凡的金色拳头向前砸来 像是雷神之锤在震动 可怕的压力 让周围的人 有阵阵窒息的感觉 尘封白一飘动 星光耀体 毛子深邃无比 在他的身前 有一片光木快速交织而成 隔断了他与叶凡 碰了一声 可是 叶凡金色的拳头太霸道了 势猛力尘 如一座山峰砸了下来 恐怖的波动 让周围的人 全都站立不门 可差一人 光木当场碎吏 根本无法阻挡 化成了一道道流光 消失在空中 叶凡的金色拳头 像是有黄金神火 在熊熊燃烧将虚空都砸的塌陷了下去 尘封终于感受到了叶凡肉身的强横 不禁变了颜色 身影如梦似幻 不断闪避 苦海中有一片流光射出 这是一个预盘 快速放大 如一面天穷 上面镶嵌有一颗颗奇异的珍珠 如日月星辰在闪耀 当空而旋 将叶凡照在下面 痴痴痴的 剑气千缓 星云弥漫 这面玉盘非常神异 刹那间让天空漆黑一片 夜幕降临 每一颗珍珠都在绽放星辉 化成了一道道利剑刺相 简直就是一片剑雨 黑色的夜空耀眼珍珠 正亮的预盘 同时震动 剿杀夜凡 动的一声 如黄中大吕在震动 悠悠青铜颤音响彻开来 让周围的人双耳嗡嗡作响 不知何时 夜凡手中多了一块巨大的铜匾 上面刻有大雷音寺 四个骨子 他挥动向天将所有剑鱼全部挡住 通便如山 沉重无比 在夜凡手中震动 吸在上方的玉盘上